歡迎收看酷炫老師的 誰來約會 又是到了大家萬眾矚目 歌你期待的系列節目 因為我會在12集的節目中 跟不同的女孩子約會 最後找出一個最適合我 看有沒有辦法跟她交往 所以今天來到了台中 這邊非常浪漫的地方 為我邀請到的是 對這首位有一句諺語叫做 台中出女孩 漂亮 所以我今天要來裝出的對象是 今天幫你找一位算是氣質 你好了解 我剛好喜歡氣質類的 你每個類型的關係 所以還有什麼 E-wall 她腿長就白富美 因為她是個老闆她做網 欸真的假的 我也是老闆 所以有點女強人的概念 我認識她嗎 我認識 對因為我自己喬的 好歡迎珍妮 Yeah 哈囉大家好我是珍妮 怎麼樣啊今天 看到有點害羞啊 很久以前有在 爸爸媽媽的第一支影片上面出現 其實珍妮是我爸媽喜歡的型 今天剛好有這個機會 就來台中進行一個約會的動作 你開的電視在哪邊 大概風假商圈 做服飾的嘛 可是你很年輕的 你幾歲 23 23就當老闆 所以你會介意 我跟你差5歲嗎 不會 剛剛好 漂亮 那我們就透過待會的互動 來慢慢了解 所以今天聽說 你有想要委託我一些事嗎 因為我覺得 我的另外一半的話 就是要會幫我拍照 因為我自己在做網拍的 很需要拍照 我剛好是攝影師喔 我現在不說我是導演 講導演都會被說前規則 不是你想的 不是有些人說那個什麼 很愛自導之言的導演 你有在針對誰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只是個演員 I am a actor OK 好那我去幫你拍照 出發 因為現在是聖誕節的氛圍嘛 對啊我喜歡聖誕節 比較浪漫 那我幫你拍 我跟你說 我拍完 你直接看你覺得滿不滿意 你確定 好不好 推很長 推很長那種 我知道 很簡單 躺在地上拍 我是非常會拍照的 真的嗎 拍女生就是幾個訣竅嘛 你拍半身由上往下 拍全身由下往上 對 腿要很長 拍到樹喔 好拍完之間衣服大慢 來換一張 好 再一張 好半身 半身 以防萬一我各種角度都必須要在 坐短的時間內拍 然後女生換動作會狂患 所以你必須要在她換動作的時候 不浪費任何時間的 壓下所有的快門 到時候就不要被靠搖 因為我之前女朋友每一任都非常兇 好 OK 來驗證一下 究竟會不會拍照 你真的會嗎 那 一個 怎麼樣 到底會不會拍 欸認真的 是好的嗎 真的是好的 這個很好看 可以發文 其實我覺得今天一直很可惜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我剛剛在那個角度很低 你如果剛剛穿裙子的話 那個效果會更好 你天 大概是這樣 欸等一下 各位 我發現一件事了 我們竟然穿情侶鞋 怎麼會這麼巧 眨眼 你學我買的吧 你怎麼會要這一雙 欸真的一樣耶 而且連牛仔褲都潛身 OMG 還等什麼 請問你們這邊平常休息兩小時多少時間 嗯 哈哈哈 他還認真在想 所以 所以 呃 照片過關了 對 拍照是真的可以 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男生拍照都拍不好 那因為 我其實很喜歡玩具 然後我來台中想說 你要不要帶我去挑一些禮物 聖誕禮物 我可以送給我的好朋友 孫生 這樣 喔 你要送給孫生 對 那我呢 欸 這麼會挑 想不到初次見面直接要聖誕禮物 是把我當乾爹啊 蛤 你是不是有在做直播 沒有 那難怪 難怪很會要禮物 好我記得 買一個聖誕禮物給你 好 我是很大方的 既然你要跟我交換禮物 我就帶你去台中的玩具店逛逛吧 Yes 出發 你平常在台中會自己出來逛街喔 會啊 會不會想要買馬卡龍 我覺得這蠻可愛的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有的馬卡龍太甜 可是就是很可愛啊 女生都會喜歡你 我是會怕太甜啦 不過跟你一樣甜都好 好啦真的老梗啦 他其實更會 我們拍那告白四招數肩榜 就是他跟我說 你要再紅眼一次嗎 好啊 我們來玩數肩榜的遊戲 一個兩個 三個 一個兩個 三個 四個 是這樣嗎 對就是這樣 你看他把我推開了 這代表 他是好女孩 不像其他之前的女生 臭表裡不依 臭包羅彎像 我再試一次更激烈的 我沒有要吃豆腐 我真的是在測試 看看他的反應 你看 你看 他又把我生脫了 我再報警一點試試看 你看 他一直說不行 但他笑得很開心 這樣吃豆腐不會太明顯嗎 還好 不然因為攝影師會覺得還好 好啦 買哪一個 我請你啦 那 全部各來吃 啊這怎麼賣 我們一顆的話75塊 75塊 哎呦 騙錢了 我告訴你 這個75塊 以我的收入隨隨便便都買一顆 又一顆 男人就是要大張 我現在給你大張的啦 來啦 一千啦 不找 不行喔 好 要找 謝謝謝謝 那我們兩個約會的事 不會說出去嗎 不會 但影片會上傳 這給你吃的啦 喔 謝謝 給你吃的 給你吃的 大皇宮耶 你是不是看到我常PO 買公仔的畫面 藉由要幫別人挑禮物 其實是自己想要買 假設 像我這麼愛玩玩具 這麼幼稚的男生 你會不會不能接受 我覺得 人都會有自己的興趣啦 所以你會尊重我的興趣 我會尊重你喜歡的東西 就是不能接受那種男朋友 他在打電動很宅那樣 如果每天都一直打遊戲 不聽我講話就沒有辦法 可是你知道我是一個很敷衍的人嗎 假設有的話 我不需要調整自己 對 你會希望在一起的話 另一半要可以搞多 要會傾廳溝通 請問有沒有賣那種 SHF或鋼鐵人的公仔 比較少 有沒有賣一些成人玩具這些 就沒有就沒有 對 你有沒有後悔跟我走在一起 有啦 找到了 我最愛的玩具 欸你會不會很討厭 一直陪男朋友 做他們自己愛做的事這樣 因為像我平常都在剪片 如果真的跟我在一起 就是坐在電腦旁 也可以接受 然後你在旁邊就是整理衣服保護 可以啊 是可以的 我做我的事 這些都很可愛 我很喜歡 縱裝長牙絲 正面送給孫生 三角色目標 那你覺得 兩個要選一個要選哪個 選這一隻嗎 嗯 綠色的 我是非常聽女朋友主見 如果選男朋友 你會希望她是 比較溫柔一點 還是比較活爆一點 溫柔 可是我雖然溫柔 但是我沒有那麼貼心 沒關係 聽我的就好了 喔 重點是聽話 OK 可以介紹 好 我先結帳 親愛的 你再幫我拿一個禮物來 是因為看影片的粉絲都要有回饋 然後就把另一個送給粉絲 就剛剛那邊 黃色那一隻 有沒有看到我剛剛使出這一招 你瞬間拉他直接叫他親愛的 他也沒拒絕 欸對 但就會覺得 欸 叫得好自然 我剛剛就 欸 還還還還 這是一個起手式的教學 所以男生要學起來 那我這一盒要送給粉絲啦 好不好 只要在酷炫老師的影片下方留言 我就會送出這個禮物 啊留什麼內容在看我們的留言處 上面有價格嗎 我 對 我沒看喔 那為什麼馬卡龍那麼會這樣 馬卡龍嘛 就是量力為出 但是回饋粉絲 毫不猶豫 哎呦 欸 這貴的耶 各位 訂閱酷炫老師的頻道 我會隨時送好禮給你們 其實珍妮算是對我有手下留情 因為一般女生真的是跟我要禮物的話 我是會願意給的 只要為了能 交配怎麼樣都可以 啊不不不 不是你想那樣 有時候有效有效 欸來買好了買好了 謝謝你帶我來這邊 這個玩具其實台北也有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我要來這邊買 如何如何 愛和愛和 今天整體下來如何如何 整體下來還不錯啦 至少溝通上沒有障礙 然後必須改變自己的個性 說不定真的有機會 因為你知道一般氣質女生可能比較含蓄 很怕在性那方面 會不會有一個不和的狀況 這就跟你講的一樣 是不是要先自私 因為有性愛沒障礙 有乳溝沒代溝 這種東西最上次 你突然發現不和 完蛋了 回不去了 結果下來你要給他幾顆南瓜 五顆南瓜的話 我覺得我會給他五顆南瓜 是不是第一次買封吧 是因為太適合當老婆了 我覺得你先試 如果我先試的話 會不會之後 就倒料的解體 它被傳出去 會不會有這個可能性 只要不要傳你的 只要不拍自己的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喔喔喔喔 因為其實你的有點過大 所以有點感罵 我我懂意思 麻太快麻不準 謝謝攝影師 很會做的 哈囉 你覺得啊 今天整個月會下來 你的感覺是什麼 就是會覺得有點尷尬 尷尬 對 是太無聊嗎 有點無聊 可是我看你今天 就是他好像很常動你笑的樣子 可是 沒有很好笑 那你幹嘛笑 因為我怕尷尬啊 他有沒有機會能跟你在一起 或是看電影 有時間就會去 看業績 考慮一下 滿分有五顆南瓜 你要給他幾顆南瓜 四顆吧 這算蠻高的 那為什麼少一顆呢 感覺他好像蠻花心的 然後有點敷衍 對 這倒是正常 你會建議他豬頭嗎 原來 我不太在意外表啦 他有打 櫻波拉皮蛋鞋 你美怪你會在意嗎 你美怪喔 我覺得那個可能要 就是適量 不要太多 然後後來我去入珠 入珠 對 嗯 哈囉 我 我沒有玩那麼大 你講的 我 人生上下都整形 整形完還長這樣嗎 就他說不看外表啊 所以我要問 喔 我們在一起的話 他要你放棄現在的工作去台北 你願意嗎 放棄現在的工作 對 可能去台北跟他一起打電 然後配他 我會一邊工作 一邊跟他在一起 還是要工作 好啦 我們已經挑完我的聖誕禮物了 那只要留言告訴我 你最欣賞珍妮的哪一點 我們就把我們的玩具送出去 回饋給我們的粉絲 公布會在我們的IG公室 那你不能說喜歡他露山點 那這樣我是不會把禮物送出去的 還是很開心你今天來上我的節目 可以讓粉絲更加的認識你 最後有什麼想要宣傳的嗎 衣服店的話 搜尋我的臉書 然後 我有在17直播 可以在17直播追蹤我 我是珍妮 大家去追蹤他 非常認真工作又想像 很棒很棒 掰掰 喜歡酷炫老師 也可以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喔 如果發動有時可以按讚訂閱 我會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喔 還有不是 阿 Gün 恩 很棒 我們 會不會